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3年群羞猪斗八进四的一个淘汰赛 换量方式,钓鱼岛,对象方式,曲浮孔庙 那鱼岛这边选择了一个正面硬钢的阵容 大头神明的女儿国庙 而今天,曲浮孔庙反而是选择走了一个保守的路线 玩了一个五保零 女儿,盘石武装,三不底细配合化生死保着一个咒识 这直接看一下后半段吧 这比赛整整打了63个回合,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实在是做不完了 而五保零比赛确实慢 看一下后半段 可以看到,队长方这个时候已经换出两个地厅开始进行试探性的进攻了 那观众方由于人家五保零 观众方也有点切不太进去 这国标大头这边是有4.0元 地幅这边3.0元 也就观众方都没怎么去点杀成功 地幅就没怎么延长嘛 再加上人家 今天对面女儿村没移速啊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鸟头女儿村没有钓鱼岛的女儿村速度快 这确实比较少见 可能呆瓜这边也是把速度调的稍微快了一些 这时候地厅砸过来 观众方大头是没了 先把大头压死了 头上一大堆的紧箍咒啊 三个紧箍咒 顾着你头疼 女儿身上还有静疗 先来一把金青 再加战离 还有一个四号位 不会是个功德吧 给女儿村卡药没卡上 破掉 杜杰金神出法联 但是伤害不够 神木林的法联的话 伤害会降低啊 伤害会降低 观照万象 没有啊 依旧是一个法力厅 那这样的话 观众方女儿村也没了 不过女儿村有移速的话 观众方是有条件进行一个磁行的 或者是起来偷走金青来保卫一下自己的 化身似的活血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得卡一个回春 头上紧箍咒得处理处理 两个地厅全部被清掉 那观众方是强拉的大抗 所以也是没有卡回春啊 对面又是两个地厅换出来 群雄竹路的话 它是一个半小时的比赛 只有90分钟 武神坛淘汰赛 它是两个小时的比赛 所以说 很多团队啊 在群雄竹路的时候 也会选择一个五保零的阵容去玩 因为能耗得下去 如果是两个小时的比赛 就不太好 不太好 往下好 再清掉一个 那曲腐擅长的就是打批量的 连续的啊 去出地厅 这是人家的一贯打法 当然这么玩的话 肯定是对硬件要求是非常高的 现在可以说曲腐应该是 所有团队里硬件最好的一个武器 没有之一 现在就没有之一 稍微比其他 因为现在就是说白了 顶尖豪门他们的更新 上限已经不高了 他们现在装备已经是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上限 所有的豪门基本差不多了 但曲腐还要稍微高的一丢丢吧 之前是紫禁城曲腐珍宝哥大概并驾齐驱吧 紫禁城由于赵山河他们几个人要不打复战了 反正现在还在紫禁城 那个团队现在还在紫禁城 但是他们宣布是不打复战了 所以说紫禁城的实力虽然有风少 这么一个大楼板在 但是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当然团队还是完整 就现在阵容是完整的 只不过硬件方面 宝宝方面受到一些波及 受到一些影响 阵容还是完整的 珍宝哥最近大家也都知道 各种各样的事 也是比较多 所以在硬件方面也受到了一些些影响 当然三五老板以及九年老板 也是在大力更新 又把这些硬件慢慢的去弥补回来 所以现在让渠浮已经是稍微领先了一些 继续赌一赌 战离加上 对面现在就是波 波 又白给了 不过这么打下来 队长风宝宝确实是比较的吃紧 比如说队长风化生死 现在没跑过他 一个宝宝也没有了 就剩下场上这么一个 就剩下场上这么一个宝宝 武装磐斯 也就剩下两个了 普多伤比较多 处是普多 还是开场的宝宝呢 一个宝宝也没有废过 对面 鸟尔特再换一个 练习生 把关长风大堂咬死 关长风太缺愤怒了 太缺愤怒了 笑里藏刀 韩斯这边还带着副仙蛛丝呢 就是为了禁药 4.0元 手里有4.0元 就是为了禁药 那首选的目标 肯定是关长风女儿村 这不用想 尤其是当对面女儿村 没有医术的时候 关长风女儿村 这个医术手里的药 那就尤为的观点 尤其是酒 尤其是酒 关照万象 再来 感觉女儿村又要尬掉了 神木林也要尬了 神木林倒地 女儿村 倒地 前派宝宝 还这么坚挺 有4C 这都还好点 会有4C 有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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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C 有4C 有6C 果然是 有6C 三千 一把战笛再加上继续靠地厅拿捏 就是换地厅 咒诗普到那边也要把自己的宝宝开始用起来 这样令旗再补一个 就像对面这种阵容 人家两个战笛再加一把真要令旗 就三个加状态 这个数据就很客观了 你不得不帮 也就是这次大改了 确实是让地厅受到的一定程度的削弱 但你这玩意儿他只要多 你这曲谱他老是一出地厅 二十多个十几个 大十几个 十七八个二十多个的给你出 他只要多了以后 加的少他也厉害 一个不行就两个 两个不行就三个 疯狂给你出 你扔你受得了 哎呦锤哥 地府也嘎了 那对面是没针对化生死 针对观战方化生死 化生死也没了 实话实说 以化生死这么一个 头上顶着紧箍咒 脚踩是进撩 又是一个残血 那刚才那个地厅 只要点着化生死 化生死就得死 但是对战方呢 又得防着观战方的词号 就像观战方刚才 如果化生死倒地 观战方词号就是一个满血的化生死 所以说对战方也没有来及时的针对化生死 那盘斯的禁药 你是不是可以用一用 你带了护仙蛛丝了呀 可以用一用 哎呦这地府被控过 观战方把巨剑扔了 那也是于老的底牌呀 你小时候没挂出来 底牌扔了 嗯 这个就尴尬了 神要单抽 咒识倒地 但是 地府被控 对战方也是防了一手 防了一手观战方这边的一个磁横点上 诶我记得武神坛的时候 好像 武神坛的时候 是不是曲护孔庙跟夫子庙打的 诶好像是钓鱼道跟夫子庙打 呃 呵呵 那冠战狂也换个地厅 这几步骤冠战狂就受不了 电影波武装 踩着干枪开到一枪 哎呀这伤害跟闹着玩一样 顶着罗汉龙三还是给力的 但是好像也许可能 壁垒不太好用 哎呀这壁垒确实不太好用 不过关键红女王有疑速 但是他没了 有一疑速但是他死掉了 那那算了 那算了 静疗加紧箍咒呀 这就活活折磨死呀 关键花化身四多块呗 活活孤死了 啊 赶紧卡个紫星 落花再控化身 一口血是不让王处活呀 疯了一手这边还中的毒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花生四 这独家紧箍咒 再来一个小四海 大堂也快没了 真的是被活活折磨死了 嗯对两个手里的宝宝还不少啊 因为现在是将近五十个回合的比赛 对面除了化身四 其他人手里还有那么一些宝宝 嗯够用啊 已经五十个回合了 够用的 哎呦出发连 大堂被压死 关键红 但是还得卡个回春呢 你没回春这这这这化身四 这个女儿子还得死啊 不知道观众会想到回春还够不够啊 手里的药现在确实不多了 卡了个回来回溯 也不用回春啊 一个善恶送你走 先把净疗解掉了 但紧箍咒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对面咒势可以接着挂紧箍咒呀 现在化身四没有紧箍咒了啊 肯定是给你再套一套的 对面这个仇 潘斯也是继续换地厅啊 紧箍咒 哎哎这不是给兄弟俩 在套上 一人一个啊 化身四 活不出去 我怎么感觉观众会都快没五龙丹了吧 这是 五龙丹都没了吧 除了女儿子还有十个药 其他人都是个位数 呃 也没必要去进了 或者是 也可以进一项 其实为了保险起见 进一项可能更稳妥 女儿村 再控化身 还是不让 说好的化身四 抗女儿村的风呢 这这这这很老被女儿村欺负 对面武装野套化身四 潘斯还笑化身四 你们三个风血啊 凑起来欺负化身四 两个风音再加一个效力藏闹啊 可是把观众会化身四 伺候得道道未未的 真怕这化身四 冻一下 顶级蛇魔 万兆万象 七千 这孩子没了 哎 省了 有四蜥 哎 怎么这个四蜥就蜥 一百多滴血 那什么四蜥啊 这是 大堂警户手 哎 大堂警户手 熬到警户手自己结束了 就一直都解不掉啊 对面再换地听啊 刚才说过 就是 虽然队长方的宝贝也不多了啊 但是也够用了 再把给静疗没给上 化身四在火 警户手 也可以接着套啊 也可以用五行法术直接砸 这就看队长方的一个意愿了啊 继续选择给大堂把警户手挂上 我感觉观众方是真的没五楼啊 看一下这孩子出来 能不能走一手仙人仙人仙人之路 只能依靠这东西结婚 一堆的孩子换出来 大堂再次被捕死啊 天地同手再报一下 优装的一个优势 尽量 打不着 看这一手 队长方能不能舔过来 但感觉 这个地厅 哈不哈过来 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观众方就像女儿啊 化身四啊 这都现在坚持不住了 只不过地厅哈出来 能尽快的把观众方 这些宝宝给处理一下 这些孩子确实不太好亲 对面这种五宝林 亲宝的能力稍微差了一些 来一手巨剑 斩 斩的是队长方的女儿村 哎 挺了 可以 斩的是女儿村 但 但是 哎呀 点死女儿村 队长方地府 可以来一手延长了 对面这小法宝 是不是要认一认了 这样令起 继续给地厅加上 对面富仙珠丝 开始进药 进了地府的药 那地府这边相当于是毕业了 进了五个药 还剩下一个 那一个药也就没啥必要了 那哪个鸡女儿村啊 进地府 而且队长方没去扔法宝 我还说队长方扔个什么 发文侠无魂之类的啊 别让观众方言出来 或者是 其实 曲服那边人家是有 逆境的条件 嗯 雾龙丹比较多 就是宝宝比较缺 哈 咒诗普陀 可以换逆境 咒诗普陀手里 还有五个宝宝的吗 看下队长方有没有这个想法了 哎呦 观众方还有五个五龙丹 把进鸟解掉 女儿再次被鼓死 其实 队长方拉不拉起 自己的女儿也没那么关键了啊 打到现在 大家也看得出来 遇到已经是没了 已经是没 这没法打啊 这已经是 你就打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现在 毫无头绪 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那观众方还防了一手逆境 说白了 对面现在是四打五都够用 四打五够用 何况观众方也没五个人了 缓魂招战拉起神木 哎呀 你看看这啊 这就让一个女儿 说又怎样 摇铃铛 处理孩子 给给孩子 人把尺子什么的 讲讲他的抗性 哦 对面还是选择了逆境 观众方女儿 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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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几 哦 哎呦 对 这吃了多少五龙蛋啊 这这生怕自己逆不出来啊 啊 还是周知不得换逆境啊 吃了 吃了四个五龙蛋 场上本身是有两个封印啊 又吃了四个五龙蛋 嗯 这根本这种逆境 你根本就防不住啊 大唐自杀 女儿 这个 这个状态去踩个塔 发生事 必须得活出这一口啊 这一口必须得活出来 这个塔才有意义 活出了一口血 封地厅 战笛 加给三号位 队长会应该是没人保啊 应该是没人保 没人保这个地厅 现在他们一般也不会用蹄虎或者水晴去保地厅的出手啊 他们现在就是保地厅的存活 比如说天地同寿 杜迪金深 他们去保地厅的存活 不会去保地厅的出手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封地厅 偶尔会控制一下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控制 因为现在豪门的地厅 有一部分他必须 现在就是抗风的嘛 再砸死 全靠这三个孩子啊 那女儿童这塔踩的个寂寞啊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寡御灵 没有解掉 孩子再拉起来 大多再次自杀 又被顾死一个了 一会儿孩子拉人都拉得快没篮了 我估计啊 对面这套陈容也是不容易啊 他确实轻薄纹的力太差了啊 对面禁药 这回禁的是女儿村啊 早就该把女儿村的药给他禁药 刚才咱们看了一下 人家带着副仙珠斯了啊 他是先禁了地府的药 然后才禁 早就该禁女儿村了 十回合 二十回合之前就该禁女儿村的药 换句话说就可能人家这个盘司啊 想把陈远留下来 以防万亿 因为他另外一个是 带着一把尺的啊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带的是尺的 就是有的时候万一 就是钓鱼岛这边出地厅冲刺的时候 手里有陈远 心不慌呀 你如果早早的把这个禁药给用掉以后 可能手里没有陈远了 对吧 哎观众话如果是出地厅冲刺的时候 对面就少了一种 防守的手段吧 站立加上啊 还是把观众话孩子处理处理 这些孩子 硬给观众话撑了二十多回合了吗 发宝大阵 摇灵的 管着玩笑 亲孩子啊 一号位 神药了 哎 再吸收 吸收 一号位先飞掉 五号位 再吸收 再飞一个宝宝 二号位差一点点 行动失败 单抽的观众话 对面一号位的这个地厅啊 没抽到 丁地同手保了一下 还有俩孩子呢 这俩孩子烦啊 就是烦啊 三个铃铛摇过来 四个铃铛 疯了吧 这是 四个铃铛 再加一个地厅啊 看下这个孩子 一直坚不坚定 你说这孩子就 人家这孩子教育的就好啊 你说人家这父母怎么教育 你看人家这孩子的意识力 是真不一样 四个铃铛 头都不掉的 再加一把 斟笛 这孩子的意识力 把我都看麻了 你这老板 看麻木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帮我们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我们点赞吧 加加速快算了吧 头疼了 四个钱 炸掉了 最后的精明稻草也没了 两个断线木偶 三个铃铛 三个断线 拜拜 拜拜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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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是